這個我非常推薦如果你最近有要出國 或是旅行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隨身小包 你先從它的開 我覺得一個包包如果這個就很難開 聚滿 它這個就是這樣 欸你們有在看嗎 這樣 就是它這樣就鎖起來 鎖起來了嘛 然後這樣變直了 你就打開 然後其實你平常要不要扣也都隨便 像我都沒有在扣 這樣 好 你打開 看到為什麼它叫做胖胖包 因為它真的很能裝 而且一般的 它的寬度 所以我特別把它的厚度增加了厚度 所以你才會放比較多東西 18公分 18嘛 18公分 然後它打開之後 既然這麼迷你的小包 也可以有這麼精緻的雙拉鍊 而且它的拉鍊頭也沒有在開玩笑 這種拉鍊頭應該沒見過吧 感覺好像可以吹一個什麼頭送是不是 其實不行 其實是不行 你看像我平常講這種 我妹妹就會罵我 趁它不會就說 不法阻止 然後 你看拉開的話 它容量真的很大 你以為前面的沒功用嗎 不好意思喔 它其實有一個厚度它裝滿多的 不好意思喔 光前面的就可以放大隻的 因為這個我本人已經用透透 所以我很明白 通常我為了手機拿取方便 我就會直接放在前面 然後後面我就會放護盞 錢包什麼的 手機洗衣機放囉 然後後面這個夾層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好多 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跟自己啊 你看這邊有一個暗袋 它的暗袋對面還有拉鍊層 兩層拉鍊層的中間還有一層 拉鍊層 Oh My God 拉鍊層有兩層喔 然後拉鍊層的中間 是不是要放一個你們才會看得到它在哪 你看這邊中間還有一層 有沒有 拉鍊 分隔層拉鍊 然後中間再一個大的空間 大的空間 多大 我們家準備的物資有限 所以還是iPhone喔 大隻的 就 就 還可以放什麼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是一定可以放的 或是 護照 你一直想放護照 我在出國是一定夠放的啊 就這樣 背著 胖胖包的重量 很輕啦 你真的不要擔心 沒有在擔心的 然後這個背帶也都可以調幾個動作 五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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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條 五個洞 啊 後面忘記講了啦 背後也有一個拉鍊層 就是可以放悠遊卡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要搭捷運啊 欸我這個不能放啊 因為這個太大了 你可以放真實的悠遊卡 是這個袋子 然後就是放在這邊很方便 或是補妝的口紅也可以放在這 鏡子也可以 鏡子可以 然後它的五巾都是做那個槍色的 銀灰色所以很高級 然後有兩個顏色 細色跟黑色 它前面這邊是